两校团的抗议 被裁判抓了一个技术犯规 球场上火爆脾气 前台北总教练严嘉华 人称严总 是SBL一代传奇 如今却因为迁赌 可能被逐出球团 对所有爱护我们的球迷 以及社会大众 感到非常的抱歉 过去情绪失控 说声道歉 球迷还能原谅 这回恐怕没那么简单 因为检方查出 他在2015年 担任领队的琼斯杯 竟然自己下注迁堵 2016年至今 也不断在NBA 或大联盟等赛事迁堵 最后他让检方坦诚认罪 换取还起诉处分 但需缴100万给国库 还得扶劳务 或带球员参加公益活动 第一次如果说 他有这种行为的话 会整季竞赛 第二次的话 就终生不得报名在SBL里面 至军圣言的严嘉华 是SBL传奇教练 创下最多冠军 以及胜场最多的 辉煌记录 却在104年金曝 杯载禁议员 差点被宣告破产 疑似是他成名 迁堵的动机之一 只是体坛都采高道德标准 比比过去知名球星 曹景辉设假球案 但不起诉 就遭中华职棒永不录用 而涉及假球判刑的张志佳 以及坦诚迁堵的 道帅林一增 也都被逐出求戒 判决无罪 但是在起诉书当中 明确再有道德下之 他们也有不入用 他们叫我野兽 我只在球场上咆哮 我就是我 我是唯一的刘真 刘真跟野兽林志杰 目前都在CBA担任 广下队主力 是严嘉华最有名的 得意门生 只是没想到冠军教练 交出来的明星球员 即将发光发热之际 自己却因为迁堵案 得黯然离开篮球界 继续见证中 周观展台北报道